八八水灾当时呢 柔长寸断的南回铁路 终于在30号已经完全修复正式通车了 那么在今天上午第一班呢 从台东发车的自强号火车 现在已经抵达高雄火车站 我们立刻请高梦荣 为我们掌握目前最新的消息 好的 主播 因为八八水灾的中间的南回铁路呢 已经在上午正式恢复通车了 那上午凌晨6点12分 从台东站发车的首行自强号列车呢 已经进入高雄站这个旅客都非常的兴奋 我们来听听看旅客的说法 很早就去买票吗 没有啊 没有特别早 那坐到没有很开心 有啊 没有不用钱啊 真的很开心啊 为什么 不用钱啊 而且我们刚好有试过来的 多久之前就去买票吗 大概一个礼拜前啊 现在我们看到旅客呢都是非常的开心 早在一个多礼拜前都已经去买好票 现在还有一家人是一起出游的 就是为了搭上这个首行的列车 那根据了解这个首行的自强号列车 有700多张的车票通通已经卖完了 那由于这个买到首行列车的这个民众呢 还可以得到这个首行的纪念明信片 甚至还有纪念搓张哦 所以这个民众反应都是非常的热烈 那这班自强号列车也完成这个 南徽铁路恢复通车的首行任务 以上是新场的最近情形 我们看到今天呢在南徽铁路恢复通车了 那么首班列车呢是让民众可以免费搭乘 目前最新的消息